这里就是清华日军在南京浦口的战俘营旧址 你看周边好空旷 旁边就是长江 就在前面了 从大草地走过来 我们就看到一个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园子 在门口我们就发现了 清华日军浦口战俘营 抗日蒙难将士纪念碑的简介牌 我们到里面看一看 这里面的地方并不大 大概有150个平方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江北新区文宝碑 再往前就看到了 抗日蒙难将士纪念碑的碑身了 它的高度大概有2米5 上方是树立了一只拳头 象征着抗日蒙难将士 宁死不屈艰难抗争的精神 在纪念碑的后方还提刻有碑记 我们看到这块碑是在1989年4月时所立 上面的文字记述了清华日军 南京浦口战俘营的由来 1940年至1945年 清华日军在长江江畔南京港三公司 和市棉麻仓库所在地 建立起了战俘集中营 营地占地3000余亩 为了防止战俘逃跑 营地三面还税 只有一面是出口 营区内还修建了长江煤炭码头 先后在此关押了5000余名抗日战俘 日军逼迫战俘进行苦役劳作 将煤炭和矿石装船通过长江运回了日本 由于日寇的残酷迫害 战俘闻先后发动了四次越狱暴动 到1945年抗战胜利 战俘营仅存800余人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血泪历史 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研发动摄突滑